感谢法官这次还我的清白 以我一个被打成重伤的被害人 竟然还会被违法滥权的警察提高伤害 这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污点 幸好法官名察求好 还我一个清白 新北市三重警分局翁信警员 2022年传遍一抓通气犯 误任走路经过的黄信特战老兵是目标 上前搭监盘问与黄南爆发扭打 黄南并拆提示图支援的江信警员 三人都挂彩 事后发现是一场抓错人的乌龙 但警民互告 黄 翁各被涉犯伤害 公然侮辱等罪嫌起诉 新北地院审结 25日判黄南无罪 翁警伤害罪5个月 强制罪10天 可上诉 用手铐 借具 用力踩跟捏的时候 我现在这只手是有点 我只能说 我无法回到以前的水准 但是 正常的生活 也算老黑幽言 我还可以过正常的事 谢谢今天新北地院法官 能够还黄先生一个清白 能够判决他被认定在这个 违法逮捕过程中 抵抗的行为是 没有构成商败罪 是无罪的 我们希望说 藉由这个案件 我们并不是要去要求说 袁警你今天不要去逮捕的 或者说不要去 你不要不小心误认人 我们只是希望说 袁警在逮捕的过程中 其实今天做一个动作 就可以避免掉所有的问题 就是他在去搭黄先生 搭黄先生的肩的时候 出示证件 告诉他 我是警察 你是不是我要找的这个通缉犯 其实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后续的造成黄先生受伤 或者今天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于黄先生判无罪的部分 不要再提起上去 不要再让黄先生受到司法的第三度伤害 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审理过程当中 要无止境的 一年又一年的去忍受这个司法审理的压力 针对于警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制度的改革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草案的规定 我们认为之后应该成立一个绩效委员会的制度 然后绩效委员会的部分呢 应该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绩效 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他们的绩效制度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错的 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或使用的方法也会是错误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绩效委员会 要有外部委员参与 而且这些相关的绩效的这个目标订定呢 都必须要有一个经过外部委员会讨论之后 定立一个合法合规 赤切可行的制度 才不会导致原警卫的达到这些绩效制度 而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